嗨,大家好,我是简小白 现在咱们自驾游到了重庆的凤杰 这个县城我有六七年没来过了 这一次来我发现变化非常的大 来到这边呢 因为这是处在江边的一个县城 我决定到江边去玩一玩 继续带着安妮和波妞去游泳 波妞还没有学会游泳 所以我要把它带上去 一定今天给学会 就是这个长江 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出去了 安妮走了 好,走 我们现在来到江边了 好美啊,我感觉 我觉得靠在江边的 不管是镇还是县城 我都觉得好漂亮 城里面拿了一个瓶子还有吃的 这个吃的是奖励他 这个瓶子是他的玩具啊 这个家伙想下去了 安妮,去啊 去 去啊 走,跳 他想下去 要先玩一下 来,安妮,平着 来,去 跳 跳 速度好快啊 太油的 像一条水蛇一样 这速度啊 这速度啊 那边去啊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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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让波冰学会啊 你看 蚊鸟,来 蚊鸟 蚊鸟,快 来 蚊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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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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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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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边来 哈哈哈哈 这还不是会嘛 大肠 来 给点吃的 来 吃的 来 吃的奖励你一下 来 来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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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很好 做得很好 很好 对对对 很好 好狗 对对对对 来 再吃一点 再吃一点 拿去吧 安妮 她不知道岸边在哪 安妮去救她了 你看安妮去救她了 安妮好乖哦 安妮去救她 我的天哪 啊 你看 安妮好乖 安妮去救了她以后还要来捡瓶子 哈哈 哇 我觉得我太喜欢安妮了 你看安妮那个姿态哦 你看她在水里面的那个姿态 其实狗狗会游泳的 他只要克服那种恐惧啊 就可以了 这只拨妞游泳的那个姿态比较丑陋啊 来 乖 坐 好样的啊 哇 你真的做得太好了 还有啊 还有这里 还有吃的 还有吃的 哈哈 你做得太好了 你做得太好了 我现在换了一个地方 让安妮来游泳 这儿要开阔一些 下边也没有人呐 这个已经玩的完了 学永远都学不会啊 我在水边逗她她都不敢 你看就那么一点点的距离 她都不敢下去 她都不敢去 你知道吗 太可悲了 作为一只马犬 收工了收工了 走了快 还玩 不玩了 你又不下水去 叫啥叫 安妮走了 走了安妮 咱们带着狗子去溜达了一会儿啊 那个玻妞还是不会游泳 没有办法了 我只有等到夏天呢 因为越是这样扔下去 她越感到恐惧啊 咱们就等到夏天再去 所以我亲自下到河河里面 让玻妞啊 跟着我一起 这样的话应该会好一点吧 咱们这个视频到这儿了 喜欢我的视频朋友 记得点赞 关注一下 拜拜 嗨大家好 我是简小白 现在咱们自驾游 来到重庆奉洁的百里城 然后来到这边呢 咱们带着两只狗狗 进到景区 实在是不方便 然后呢 它又不让进去 在这个进景区的大门处 又左手边 它有那个宠物寄存 而且是免费的 挺好 我觉得这点特别人性化 来安妮不妞 只有把你们委屈一下了 在这里面啊 去吧 你们一人一个 不 万一有其他狗狗呢 他们两个关一个吧 没事 安妮 来快进去 快进去了 安妮 快进去 快进去 进去 你们就先在这里委屈一下喽 你不想进去吗 我一会就回来 我一会就回来 去吧 我一会就回来 咱们看一下 它这个位置 环境还挺舒适的 还是这样的小木房 我觉得这就挺好的 这样的一个小木房 狗狗的家 我觉得这一点做得好进去啊 咱们刚刚骑着去 完了回来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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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兽即将出龙 哇 哇 我的天哪 才一会儿没剑 咱们才一会儿功夫没剑呢 回来 哇 我觉得景区能带狗真的方便太多了 比如说有些景点你真的想去啊 像我的话 有些景点确实觉得不错可以去 但是它不让带狗 比如说像新疆的有很多景区 还有就是这个西藏啊 你寄养的话它要收费 而且有些地方啊 它不能寄养 所以这个就比较麻烦 我觉得咱们回到南方以后啊 要么就是狗狗能带进景区 只是要把绳子给细好 要么就是有寄养的 而且是免费的 而且那个小木屋啊真的好有特色 而且环境很好 这里边啊 你看 这些园林设计的啊真的 我觉得很舒服 让人感觉就很传统 中国式的这种庭院啊 好吧 咱们这个视频又到这了 单独把这个视频分出来啊 我是想就是怎么说呢 希望就是 有很多就是这样的景区 他们能够更多的考虑就是 带宠物的游客 更方便啊 更便捷 让我们这部分人群呢 能够也享受到国家的大好河山呢 好吧 咱们这个视频到这了 希望我视频朋友呢 记得点个赞 关注一下 拜拜